我們看一下這個 3D 水平面它有 S 軸 Y 軸 Z 軸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哪裡 我們在下面不是有兩條 在右手邊不是有一條嗎 對不對 剛剛沒有介紹這個 好我們回頭來找一下 這個到底什麼功能 來你看一下 我們平常剛剛是不是都是從外圍去敲 那如果你想要有彩蛋放在裡面怎麼辦 比如說 假設我這裡要挖一個洞 然後進去之後 這樣挖進去之後 我可能裡面再做更大一點 對不對 或者你要裡面放其他的東西 那有辦法放嗎 你如果照我們現在這種敲法 你要怎麼樣去敲到裡面這些東西 是不是敲不到 這時候我們剛的 S Y Z 那個檢視就會派上用場 來我先針對我右手邊這個 你來看 我右手邊這個 你看我把往下拉 拉拉 你有發現什麼事情 有沒有把這個平面切出來了 對不對 那你現在這樣看的時候 它並不是把 並不是真的把上面這裡去掉 它只是把那個地方有點類似隱藏起來 所以如果你想要 我今天 我先拉上去好了 先拉上來 如果說你想要我在這個上面 我先用比較大的 大的尺寸 好 我用這邊 比較大的尺寸我現在敲一下 敲 敲 好 敲下去了 那我現在呢 各位你有沒有發現我尺寸變大 我右手邊的 這個尺規也跟著變大 有沒有注意到 它是連動的 所以如果你要移動的這個 比較小一點 你要選擇比較小的 有沒有這個地方不一樣 右手邊那個尺規 右手邊這個尺規是變得比較細的 你就可以做比較細條的 好 我現在往下拉 拉拉拉拉拉拉 你看我剛是敲到這裡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在裡面 在裡面 這裡 靠近一點 在這裡 可不可以在這邊打動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打動 這樣了解嗎 你在裡面可以放彩蛋好嗎 所以我這樣子就比較方便 去 做裡面的安排 好那當然你現在用的是一個軸向嘛 另外這兩個軸向可不可以用 也是可以用啊 我稍微把它拉上來 好 我用另外兩個軸向給你看 好這邊拉拉拉 你有沒有發現從那邊過來了 從後面過來 有沒有發現 我從後面過來 來你看一下 在這邊轉個彎 有沒有看到 拔到這邊了 所以 你可以從這樣 這是比剛才更好敲 поэтому 對吧 OK 所以我在這裡 poke 請問可不可以在這裡投影 你覺得呢 可以投影嗎 當然可以啊 他一樣會穿透 來來來 這麼不相信投影機的能力 投影機 好我用打字的就好了 我按OK 好來這邊OK 你看投影機有沒有一樣可以穿透過去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說我要投影的字 有沒有 投影在這邊是不是敲敲敲就可以了 也是一樣可以的 我只是用現在用這樣 你可能看得比較清楚 好 所以像這樣 那另外一個方向也是一樣 有沒有就從這邊過來 所以你可以搭配這樣子 就是你要做一些比較多的造型的時候就會比較方便 那如果你用完了 要復原怎麼辦 用了三個要拉三次這樣很累 請問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右下角這個 右下角 把它按下去就恢復什麼 有沒有恢復原狀了 所以如果說你已經做完了 那你就直接按右下角那一個 它就直接復原 就是它的這個軸向就直接復原 這樣子就比較方便 這樣你就知道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可是我可以玩很多 因為可以玩的東西就是去變化一下 變化一下你就會比較清楚 現在這個軸向是可以了 這個軸向是可以做的 然後呢